他退出综艺《奔跑吧》一朵定音,节目官博公开发声,atdelete8,写道,2017年很幸运遇见你一起奔跑,记忆中漂亮的你,敬业的你,努力的你,呆萌的你,爱吃的你,每一面都让人印象深刻,最珍贵的,是伐木类在一起奔跑的美好时光,奔跑吧永远欢迎你回家。 迪丽热8特别录制了一段视频宣布了这一消息,视频中热8一开始还有说有效,但看到节目组为他准备的礼物后,回忆涌上心头,忍不住落泪,接着热8转发此条微博,并发文,去年一年在伐木类大家庭,和大家一起真的非常开心,很幸运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度过这么美好的时光, 由于工作档期冲突,很遗憾这一季不能陪大家继续奔跑了,但我还会继续为我们伐木类打call。 随后,浙江卫视中国蓝也迅速回应,依然欢迎热8回家来玩,期待你更多的作品。 伐木类的成员们也纷纷在微博向热8喊话,王祖兰说,胖迪,虽然你这一次不能和兄弟们一起奔跑,但是还是要记得尝回家看看,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。 Baby正凯,陆寒也陆续发声,We are family forever常回家看看。 要说最煽情最让人类目的还是跑男团队长邓超,他PO了一张节目里的抓拍照片,照片中邓超与迪丽热8身处泥面时钟,他身穿红色队服跑在前面,身穿蓝色队服的迪丽热8正要抓住他。 配文,小迪,要是别忘了,饭在冰箱里,记得热着吃,我们出去转转,一会儿就回来。 虽然字里行间没有一句道别的话,却透出满满的不舍与宠溺,让网友感受到了父亲般深深的关爱。 游记的第五季开播时,迪丽热8一身公主群出场,可爱又观小,迅速成为团宠。 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多风雨波折,才跑了一季就匆匆告别了,接下来,谁将代替热8继续奔跑呢? 谢谢收看